妳有什麼難忘 因為台東跟綠島妳都去了 這次拍攝的時候 綠島 我在台北其實只有拍攝一兩場戲 可是我印象比較深刻是 因為我要幫Bella 在電影裡面那個角色畫畫 所以我花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是 就電影裡面的畫是Bella畫的 但實際現實是妳幫她創作 對 然後我就特別到台北來畫畫 這個感覺讓我很難忘 因為我記得我開始畫畫的時候也是在台北 那個時候我到台北的第二年 是 從馬來西亞來發展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 這個我沒有想過這麼多年以後 我還有機會回到台北來畫畫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是 特別難忘 然後再來就是綠島太漂亮了 因為我之前拍的戲都是海底的戲 結果我去到綠島的時候 我都不太記得綠島的樣子是怎麼樣 路面上的妳都不太記得了 對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對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好奇怪 對 然後在那邊的 我覺得在那個大自然的環境拍電影 感覺不是像在工作 妳好像在生活 所以那個整個感覺非常的自然 對 還有當然是綠島的那片海 讓我非常難忘 是 是 沒錯 這個自然的美景 也能夠帶動演員的氣氛 辛傑在裡面真的是喜盡千華 寒心如苦帶著兩個孩子 剛剛張姐好像要補充些什麼是嗎 其實我們有時候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 因為本來也在練習畫 辛傑在畫 他也在旁邊畫 那感覺其實蠻棒的 我們兩個一起在同一個時候 在一起在那邊畫畫 這很有畫面 其實很多啊 包括我跟辛傑那一場戲 我跟辛傑也有一場戲 我可能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 對 小事件的 我覺得可能是我從小到大拍戲 可能是我最喜歡的一場戲 是 我真的很喜歡那場戲 然後我也很想念綠島的風 綠島的風沒有停過 他就是一直吹 你剛開始去你可能會覺得 吹三天應該就生大病 回台北了 結果沒有 一直吹一吹 心就被吹開的感覺 很開心 然後大家都住在綠島 每天可以一起拍片一起玩 真的是蠻難忘的 謝謝